歡迎收看 媽媽好神 人家都說 生命中最大的敵人 來自自己家人 這樣講也會太嚴肅 就是這樣講啊 可是有時候 真的因為最了解你的心 會傷你最深的 對 是這樣子 是因為如果今天這個人 半生不熟 你可以選擇跟他相敬如賓 是 你可以選擇不來往 對 但是家人不行 好不要耶 所以這個才是我們溝通上 最困難的問題 還有一些就是親朋好友 對 而且那個親朋好友 他們的關心跟熟悉 你的東西 那個話語出來 你會覺得 到底他是 還是他在算 對 那大家有沒有最怕 遇到這一類的親友 然後講一些 有的沒的事情 看人隱私 然後還追根究底 最後還散播謠言 然後流傳千里 那個巷弄 所有的那些阿姨 那些婆婆們 完全不要跟他們太靠近 真的嗎 他們就是完全就是 殺人於無形當中 我那時候小時候就知道 什麼叫做 人言可畏 我們那時候放學 我們會偶爾會徘徊在那個 電動間看一下那個 跟他們打電動 然後就看 沒有 時間 父母親好像快下班了 如果是沒有看到 我們在家裡寫功課 完蛋了 這必殺之啊 你知道嗎 所以就趕快 就趕快就衝回家 然後但是在我們家那個路口 有一個實體路口 然後有紅綠燈 然後那天好時不時 壞掉 它只有閃黃燈 那我們就是見縫插針 有機會我們就衝 然後想說完蛋了 時間一分一秒過了 我就只能在那個巴馬訓 駕摩一下 然後衝過去 我就衝到前面 然後 然後以前的 想就對了 對 就是看沒有車 然後 以前那時候書包 是寫杯的那個 對 然後一衝過去 沒有想到後面 其實有車來 相差差不多 對 算得真準 就勾到 就好時不時 它的那個勾到點 就勾到我的書包 還真的有勾到耶 就勾到 然後就勾到 但是我一個轉身側身 閃過 護身倒法 轉個上身 平安落地 完之後 然後那個時候 眼尖的那個 十字路口麵包店的 那個阿姨就看到 他第一個念頭是完了 然後但他沒有看到我 已經衝回家了 你知道 我然後已經 就是先回家了 然後 就在等時間 父母親就開門 開得很暢就 快點... 老公快點... 快點... 然後我心裡想說 然後我在房間說 不要出來... 該不會我偷看 人家打電動的事情 被發現了吧 還是怎麼樣 然後心裡就很怕 然後我媽媽就趕快 趕快 到底是哪一家醫院 我們趕快去找她 趕快去問這樣之類的 然後正讓他們就是 準備要出門的時候 那我就說 爸爸媽媽你們要去哪裡 他說 快... 回家了 就是要等七天嘛 你看 我小孩伸手很好 真的 人家要七天 他一天就到了 然後我就看到我父母親 然後有兩個哭哭 然後那個心 涼了一半 然後 要去碰他嗎 等一下那個感覺 我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是這樣 但然後看我都 看你的腳有沒有在 你...沒有... 他還看有沒有影子 我告訴你 你先轉一圈 然後我轉一圈 你沒事喔 對...我沒事 他就開始了 你知道嗎 就抓著我 去第一家找我店 問說 你說我兒子怎麼了 他說 什麼叫屍然負責 你怎麼說我兒子 你怎麼說我兒子在什麼 什麼家戶病房 現在人家呼吸治療 是差不多 已經快走了 害我們嚇到一個不行 沒有 我是聽那個領長講的 我來啊 我就找領長 領長做了 然後... 然後那個領長還吃著飯 就說 什麼事 結果聽一聽 你不是說我兒子 他已經那個人嗎 沒有啦 是那個巷口的那個麵包店 那個... 哇... 還要過去了 又過去 那個鐵門已經拉起來 然後他就把我丟進去了 好令誠感喔 賣麵包的那個 他當下那個甜甜圈 我... 你怎麼這麼快就回來了 就真的是這樣 然後我爸就這樣 開門... 開門 然後這樣 你說我兒子什麼 沒有啊 我就看到他就被勾到 然後整個是這樣翻過去 然後我... 然後我想說 要不要先叫救護士還是幹嘛 結果我出去看 已經沒有看到屍體了 然後他整個是凸行 沒凸行的 我就覺得 然後我心裡想說 沒有... 沒有這件事情 沒有... 怎麼沒有我就看到你整個是 飛出去 他說沒有... 我沒有被車撞 然後好 那人沒事就好了 然後回來 然後我爸就問說 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情 就開始被打 你看 這些人可怕吧 人人可畏 好精采喔 好精采喔 好可怕 早在那個時候 我已經用掉八條命了 嚇死了 這個真的就是 我一定要來平反一下 因為左鈴右色的謠言 實在是可怕到一個極致 我真的是非常的無奈 你知道嗎 我今天就一定要 把我的心聲說出來 因為那時候呢 我前幾天 前陣子我帶我兒子 然後去市場買菜 然後那時候我想說 帶我兒子經過 然後那個時間點呢 左鈴右色的鄰居 那樣婆婆媽媽 就聚集在一塊 然後那時候最可怕了 因為大家就是 在那邊什麼都可以講 你知道嗎 死的都可以講成活的 我真的覺得天啊 然後那時候經過的時候 遇到長輩要微笑一下 然後我想說 有對到眼 然後就微笑一下 他說 你弟弟好帥喔 他爸爸咧 怎麼都沒有看過他這樣 然後我就笑笑想說 我又不認識你 我幹嘛跟你講那麼多 我就微笑一個禮貌性 我就想說就走了這樣 然後結果隔一天 同一個時間我想說 我兒子就吵著說要出去 我想說帶他去溜滑梯好了 然後我就同一個時間出去 那個鄰居 又聚集更多人 我想說怎麼一回事這樣 然後想要默默地經過就好了 誰知道那時候 他就對另外一個婆婆講說 這就是客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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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整個就說 我告訴你什麼 你在說什麼 然後我就說 我是擔心媽媽 但小孩爸爸還活著 你就在小孩面前講這種話 你死都可以講成活的命 你就沒有 活都講成死了 對啊 我還是要氣到 我想說天啊 這種鄰居真的是 我都遇到一些怪鄰居 他們就可以聚集在一起 把那些沒有的事情 都講成這樣 可是其實就是聚在一起 這種話題才好聽啊 真的嗎 謝謝 對 不過他們生活上的情趣 你也是在做功德這樣 好啦 所以我就在修囉 但是我覺得還是真的 而且我覺得重點是 不要在小孩面前亂打 對 因為真的OK 我覺得有一些媽媽 他就是想要製造一些話題 他覺得這個話題不夠勁爆 他就會加油 加油 對 那有一次我也是跟一群媽媽朋友 出去吃飯 那你知道跟一群全職媽媽出去吃飯 會聊什麼 聊小孩 聊老公 我老公之前不是在創業嗎 然後因為他一開始創業 他開公司的時候 其實還在找定位 所以他們就會一直換來換去 還不知道要做什麼 他那時候就不穩定 我就不想要被聊老公的事情 所以我全程都有低調 可是到最後呢 就是你也躲不過 你就是一定會被問到 對 那你老公是在創業嗎 開什麼公司啊 他在做什麼啊 他們怎麼樣啦 然後因為他們那時候剛轉換 就是現在那時候在做那個 兒童的 兒童教育的那個互動娃娃 對 就是你可以 她 你可以跟那個娃娃去說話 然後我就大概跟那些朋友 就解釋了一下 那個娃娃大概是怎麼樣 就這個A小姐沒有等我講完話 就說 那就是富偶版的說故事機啊 這個 有客人了嗎 要賣給誰啊 什麼東西要賣啊 誰會賣 對 誰要買啊 他有點惡意耶 對 就是然後他就 錢賺的案子 這幾個啊 好討厭喔 對啊 一直在燒粉嗎 在燒多少錢啊 錢都哪裡來的 我那時候真的覺得 我是去吃飯還是 我根本是去被做正願出行的吧 好討厭 對 就一直被連珠泡都問 然後可是我就很尷尬啊 可是後來就 算了就是還是搭 就搭出來就和氣嘛 然後就稍微聊一下 就帶過這樣 然後可是好死不死的是 我那天 結果後來出 然後在結帳的時候 不是都勾搭 媽媽出門就勾搭 結果我就發現 我沒帶錢 然後其中一個跟我 比較好的一個女生朋友 她就說沒關係啊 把那幾百塊而已 我就幫妳出就好了 因為妳下次要回請我就好 那就結束了嘛 結果沒想到我隔了幾天 我就從一個 那一天沒有去的 朋友的口中 就跟我講說 那個小小媽 她老公現在做創業 賠很多錢 她跟我們出來 連飯錢都付不出來 對啊 然後我那時候都超生氣的 我就覺得說 妳怎麼可以這樣子亂造謠 我那時候真的很生氣 我就想說我要打電話 就是跟大家好好理論 可是因為就是 我就先跟我另外一個朋友講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妳就不要打電話給她 因為這種人 她就是喜歡交折根 對 妳如果打電話跟她生氣 妳就是把妳的標籤 降到跟她一樣定格 哇 這麼立心的標籤 然後妳就不要 沒錯 那個人絕對不會是楊皓如這樣 而且她不會承認 我就想說好 算了 可是我自此就跟那個A小姐 就是結果往來 我自在也沒有跟她 討厭 討厭 她們要有黃柏牆 要不然這樣病毒降下去 不是吧 因為我老公也是轉業 她之前是在外商做電子業 然後她現在也是 她後來也是這幾年 也是自己轉做自己的貿易 什麼的 那這中間 轉業這中間當然有需要 很多以前的老朋友 客戶什麼的 是 然後妳大概看了一下趨勢 妳才會決定自己出來做 對 那一定有很多朋友的幫忙 那其中她也跟了一個 她的這些 她的表弟 然後做了一個很密切的 一些合作跟聯繫 不會嗎 她就到了之後 奇怪 然後我們每次在這個親戚 很多的聚會的時候 我們就會聽到很多親戚 老公其實命很好耶 有那麼多貴人幫忙 應該算得不錯吧 然後我就是想說 有點怪怪的 又說對… 就滿多人幫忙 還不錯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才知道 是那位毒媽 她就跟著所有的這些 親戚朋友 說他們能夠現在過得這麼好 都是我的兒子 好過分喔 她跟我兒子這邊 不知道拿了多少田頭走 都是我懶功勞 對 她說他們現在你看做得不錯 也是我兒子分一些給他們 怎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一個事業起來 我們自己也就是很賣力 也很努力啊 什麼的 姑媽過年的時候也有說 我看你們全家大小 一年也出去玩了好幾次 對 她說跟著她兒子做 她說我兒子也沒有虧待你們 那為什麼都沒有拿到你們 然後我老公就有說 那姑媽 你有上網去看過了嗎 你說你喜歡哪個款式 我們再給你 你至少要上網去看一下 我們在做什麼 對啊 我們很辛苦地在做 你也去我們的網路上 給我們捧場看一下 看看我們這些東西 是辛苦做出來的 我老公就是比較 點到為止這樣 姑媽就說不用看啊 看什麼看 那些問我兒子就知道了 反正你拿什麼來 我就帶什麼免費的嘛 其實也算是我兒子送我的 好啊 好耶 對 我說姑媽啊 不然這樣子喔 這麼好賺 你也不要說我們送你了啦 不然的話喔 就給你拿去賣 你能賣多少 就給你賺多少 就給你抽多少 帥喔 帥喔 她說超好賺 帥喔 姑媽你以後賣我們的開眼鏡 以後每年出國都做 帥 帥喔 帥 不信我問你兒子 帥這樣子然後他就 他就對 因為他有聽到 本你談這種 就是關鍵字 然後才不敢再繼續這樣子說 對 我們家有個蝴蝶 人家探人隱私通常是 旁敲側擊 對 他現在怎麼樣 可能會先問一下 背景的資料 沒有... 蝴蝶很乾脆的 直接吃飯吃到一半 在碩人面前 就直接到你面前 你現在一個月賺多少 好吃 好吃喔 很直白耶 主播賺很多嗎 一個月多少錢啊 他會直接這樣很屁頭就問喔 然後我們就很尷尬啊 對 可是他又是長輩 比我們高了一階 真的 不回答感覺好像不禮貌 對 蝴蝶很厲害啊 不講是不是 他會拋磚引玉 怕你覺得尷尬 他會先講說 你知道 我知道你們可能覺得不好齊齒 像我呢 我的孩子就送到 美國去年長輩藤學校的女子 你知道嗎 他跟年齡差不多啊 他現在在去年薪 扣稅之前是 九萬塊美金起跳了 那你現在一個月多少 他先拋磚以後再問你一次 那我們還是不講他會怎麼樣 還有一個沙盒簡喔 沒關係 我去問你媽 沒有嗎 他就問我丈母娘 因為我丈母娘是會計師 到底是 我想知道喔 他發票都是會計師是我丈母娘 包丈 他就問丈母娘 他很不死心耶 所以他就不死心啊 真的 我們第一年就吃過這一個 稍微有點那個 草蝴蝶跟苦瓜 到你了 我就跟我太太回家 沙盤推演 我們知道 敵人來的時候 我們要抓到敵人的痛腳 對 他問我問題的時候呢 我們不妨先發智人 我們就想到一招 因為他自己的孩子 早就過了四婚年齡 遲遲苦無對象 所以我們就看他下一次吃飯之後 慢慢走進我們桌邊的時候 我們就先問 你們看 女人現在有對象了嗎 好痛喔 好痛喔 先把戰族拉過來 我們戰憲哥先有個支線出來 好痛喔 憲哥你避開那個 就插到那邊去了 他就有點突然 他本來是又要開始 如法泡膠 問一下 馬上被我們這一句話 就堵住了 尷尬喔 我覺得對付這種人 要先找一下 他自己會怕人家問他 找這個 這真的好方法 像我之前在國外念書的時候 其實我是住寄宿家庭 然後那個家庭其實還滿溫馨的 就是爸爸媽媽 他們自己有小孩 然後他們小孩也已經都生了小孩 所以是一個大張庭 很溫馨的一個外國家庭 然後我跟他們住了第一年 要過感恩節 然後他們就邀我說 要不要留在他們家 就是跟他們一起過節 因為他們就是很傳統的過節 一早就烤火機 然後家裡會有多香多香 然後就是他們想要讓我看 說美國人感恩節 都真的在吃什麼 我就好啊好啊好 我就說 我就留下來 那他很早就約了我 就說那天就跟他們一起過 然後過沒多久呢 胡媽打電話也就是說 那感恩節邀請我去他們家過 那時候我也就沒有多想 我就跟他說 可是我已經答應了 我的寄宿家庭 我想要跟他們過 而且我覺得 這個應該會是一個 蠻開心的體驗 我就說我想要留在這邊 然後他當然就說OK 然後我沒有想到 其實我拒絕他這件事情上 他很不開心 然後他大概過了一個禮拜以後 他又打電話回來 就開始破口大罵 你怎麼會去想要在 感恩節這個時候 跟一些外人過節 然後居然不把我放在眼裡 我可是也長肺耶 要不是我看見你父母親 不在這邊 我還把你當自己小孩 要接到家裡來吃飯 要不然你以為我想要請你來 然後今天 那我當下那時候我還蠻小 我就 傻眼 我就開始哭 然後我哭也不是那種兩滴淚 我是很傷心 哭得很 就是一直衝 然後那當然我寄宿家庭的那個媽媽 他們就聽到了 然後就問我怎麼回事 然後他們就很好心地 就打電話 解釋說他們只是想要留我下來 讓我體驗一下 國外的過節的氣氛 然後沒想到那個長輩也 把我的寄宿媽媽就是 就是罵一頓 真的 就說你明明知道 聖誕是家庭的假期 你為什麼要把它留下來 那我在旁邊 我有點殺眼 因為畢竟我還是要 一直住在寄宿家裡 我覺得這樣我很尷尬 我就馬上就說沒關係 我去那邊過節就好了 然後到好啦 那感恩節的一天來了 我就過去 你好為難 我去也一定不開心 很乾脆 很乾脆 還是要去 然後那個長輩一看到我就說 好考驗喔 你到底要這樣子做 那沒辦法 那 窗戶一定會有一隻貓頭 一卡留一封信給你 叫你去魔法書院讀書 已經都是對你的考驗 對 都是對我的考驗 所以我也就那時候還小 學生 你不能 我不知道用什麼招數對待 我就對不起 我不知道 我就只好說 我不知道這個節日怎麼重要 我就一直道歉 然後大概過了一陣子以後 姑媽還跟我說 我原諒你了 因為你不讓你錯了就好 你還會過來道歉 這件事情就算了 他完全都不覺得 其實我是覺得 他比較算是沒有禮貌的那個 對 但是因為他是長輩 我沒有辦法跟他去爭論 對 就是長輩會這樣 長輩都會有很多一些 就是他自己的門路 是 就從小妹出生沒有多久 就一直被催生 到現在都還在催 然後就有一天就有一個 親戚阿姨就來自他裡面 就是 就是來坐一坐 然後來的時候呢 他看到橋面就剛好 來畫畫 因為橋腳很喜歡畫畫 他坐在那邊畫 他就說 唉唷 這麼就是 他這麼文靜這麼乖 我好像這個 自己坐在那邊畫畫 這個長大一定是個好姐姐 你們還不趕快生個弟弟 讓他戴啊 然後 可是我媳婦嘛 我不方便講話 所以我老公就跟他講說 沒有啦 因為我現在工作比較忙 然後 而且我跟我太太 就是年紀都是比較大了 也不容易受孕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隨緣 聽到隨緣這兩個字 阿姨的精神就來了 阿姨跟妳講 妳看妳媽媽 自己年紀都這麼大了 又坐在輪椅上 也不知道還會活幾年 對 她在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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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夭壽 對啊 緣分這種事情 不是只有努力就好 妳要去追求的 我跟你講阿姨回去 傳一個那個 包生紙的秘方給妳 就回去給妳老婆 好好的調一調 這樣看肚子 會不會蒸汽一點 如果說那個秘方沒有用的話 沒關係 阿姨有認識一個 很厲害的婦產科醫生 我們鄰居有一個老師啊 她也是努力了很久都生不出來 我就介紹她去那個婦產科醫生 做了兩次試管 就成功了喔 而且還一次就雙胞胎 還兩個都是兒子 很棒 我阿姨把那個電話給妳 然後平常呢 話也不多 非常就是 安靜的婆婆 這時候就開進口了 就說 你就不要 我們老人家 就 過好好我們自己的生活 他們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你看 我的兒子跟媳婦 把巧妹交得多好啊 生兒子有什麼好 妳有聽說那個 那個南部在開那個民宿的 那個親戚嗎 他們叫那個兒子 upfront吃的 我父母親 就是小時候就帶我跟我小弟 就先來北部工作這樣 然後那時候父母親 就住了一個小套房 那我跟我的弟弟就是 跟父母親就在那邊生活 那同一排那個鄉那種的隔壁 剛好也搬來一個 也是我爸爸同村的友人就對了 然後就那一天就來家裡拜訪 就怎麼樣 你們在台北好不好 那我們要互相照顧這樣 那就把我們兩個就叫出來 叫他姑婆 叫姑婆的永遠都會領著什麼 毒蘋果來你家 然後就這樣出現 就這姑婆好好喔 怎麼那麼好 一天來帶蘋果這樣 我們就很開心 然後沒想到 早上六點 然後就看我父母親 就差不多出門 就是 然後就他就進來了 他就馬上就進來 真的 真的 因為我男朋友跟我爹是睡上下谷 帥慘了 他就開始推推推 都七點了 還在睡 哪裡有這樣的 以前在部落看到太陽 你們就要出來了 你們還在躺 我說今天禮拜天 什麼禮拜天 你父母親都在加班 你還幹嘛 下來 然後下來了 他就開始 來 我現在開始教你們 然後就開始 教我們怎麼洗米煮飯 然後做完 他就是 他大概教我們三天 所有的家事 都只教一遍 然後三天過後 就開始 是我們在做了 就變成我跟我弟弟在做 然後做完之後 來 他還要檢查 OK這樣 這個米 怎麼少一杯水 他都知道 然後弄完之後 好 那為了要增加你們在台北的 那個 所謂的 學習能力 來 來 太帥了 我過去我跟我的弟弟說 哥哥你那邊突然還沒 還沒怎麼辦 我肚子好餓 快脫 喝完才可以吃這樣 哇塞 弄得好像我們是他親生的 沒有問題 好 那就有一天 颱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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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我們最喜歡的日子 因為我媽媽會煮大鍋麵 因為我們颱風天 我會準備淘麵 然後就準備那個大鍋麵 然後好時不時那個 姑婆也沒有準備 她就來了 你們家有蠟燭 就莫名其妙就進到我們家 那我媽就煮好 然後大鍋麵 就整個這樣放著 因為我很餓 然後就那時候就起了 然後就把那個麵 就稍微 然後就燙到我的手臂 然後燙到我手臂的同時 那個時候 姑婆是本來是在撈麵 你怎麼被燙到這樣 不要慌... 這時候大家都不要慌 她就馬上去浴室 拿了一條黑人牙膏 這個一坨 這個涼涼的就好了 好 第一天 好 沒有事 然後就開始後面越來越癢 然後那個紅腫就開始慢慢的 就擴散 然後說 白人 因為那一支 他們可能已經用了半年 又有幾半了 我明天買一條新的 她給我換藥 殺戶拿起來 我想知道 換藥就爛了 好帥 不過這都已經 那個捕狼人 好穩重 然後她說 沒有 這拆一拆就好 她還拖 然後我說 忍耐 我說我幫你輕闖是不是 勇敢一點 你可以的 然後就幫我 還叫他咬一個毛巾在這裡 沒有 他沒有叫我咬 就是弄完了 然後弄完之後 然後我就真的是痛釘釋痛 我就跟我爸講說爸 然後我一邊說 我真的很痛 我沒有辦法舉 好可憐 然後她說 沒辦法舉 我看一下 那個紫砂沒有漲趨油 然後整個是 已經是弄到一個不行 然後醫生說 你再慢個三天 這可能就要結束 好可憐 那時候已經嚴重到一個不行了 然後 然後我們那一天就是 要打抗生素 然後隔天 隔天早上回來 她說 不就是個燙傷 怎麼會弄到早上才回來 那個顧姆還講這種話 然後我爸就說 從今之後 我告訴你 我們就儲和漢戒 然後隔了第四天 我好開心 因為我們搬家了 這麼快 對 我爸當下就是 趕快在附近再去找 就是不要再跟大家有 那個交往 因為還是同村的 還是同村的 然後你過年還是要見面 是 所以當下就趕快避開就好了 救了我一命 好可憐 可是這種長輩的真的是很多 很白目的 像我之前有一個大學同學 他在那邊是班隊 然後從大學開始就在一起 一直到畢業後 大學六年還在一起 就交往十年了 然後也差不多要結婚了 可是那個男生家裡就 家境其實就是小康 然後那個男生畢業 大學畢業之後六年 他也沒有去做 他是大學學的東西 他反而是在大學旁邊 他自己開 擺攤開了一個那個小麵攤 然後做一些小吃 黑白一些燙心菜 他就覺得學生都會吃這些 所以他乾脆來做這個 然後那個女生的媽媽 知道女兒要嫁給他 就非常不高興 他就覺得 我女兒怎麼不選一個更好的 為什麼要去嫁給一個 什麼小吃攤 就是那時候的觀念就是要 你要進一個大企業 要再回來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常常 他們已經兩個人 在論集婚下的時候 就常常陪著我這個朋友 去跟這個準岳母他們見面 他就會拉著我的老公 他就會說 Michael 我女兒怎麼沒有早點認識妳 帶出去很有面子的 男生反正結了婚以後 都會偷吃 選一個帥一點的偷吃不是很好 人帥都OK 人口欠人K 所以 嫁給很醜的 嫁給很醜的 你不是撩人 然後我就利用我一點 唯一殘存的理性 講了一些比較就是 我就說阿姨 其實根據那種國外的研究 你知道女兒或是兒子找另外一半 都會有自己 父母的一些影子在裡面 這樣子 真的 我說你看一下 你女兒找的這個老公 其實他一定也很像爸爸 有某一方面跟爸爸很像 我說所以其實 你看你當初選老公是這樣子 你女兒應該也是有選到一些 爸爸的優點這樣 然後那已經在緩家了 對 然後那個阿姨還是很 就不放棄地說 我就是這輩子選錯的啊 要是喔 其實是阿姨想要選Michael 對 然後阿姨覺得 要說我可以離婚Michael 我要是可以離婚 我就會選Michael啊 對 他說我就是不希望我女兒 也這樣子啊 阿姨就直接這樣 問題是 然後我就真的受不了 然後我就回她去說 阿姨 算 然後Michael也會挑的 算 還好啊 算 對啊 真的 可是我覺得有很多狀況 尤其很多親朋好友 其實很愛像這樣的比較 對 可是那個比較到最後 就會沒有極限 然後就會很容易炫耀 或是愛線 說一句就是直接 彈就對了 那有沒有這樣的親戚朋友 讓人覺得 不適合 我覺得女生 其實有女生在一起 就是會蠻容易有比較的 就只是是明著來 還是暗著來 對 然後還沒生小孩之前 就比自己嘛 然後生了小孩之後 就開始比小孩 對 然後像我媽以前 有一個好姐妹 她就是很愛比 她就常常會先講說 她小孩功課比較好 然後最近又學鋼琴 然後連眼睛的大小 膚色白不黏 通通都要比 而且她只比小孩的長處喔 短處她就 一概都不比 一概都不提 然後她就是講完之後 她會看著我或我弟 跟我們講說 你們不要難過 因為小孩子天生姿勢就不一樣 你們多多努力就好 好耶 像她就不玩過 那妳是學要玩了 還要講這好不好 然後我覺得我媽也很奇怪 我不知道她是天生 詞對還是不愛跟人家比 她也就也沒有幫我們出頭 她就 這也是很禮貌 就是有時候我就講 我媽媽回家還檢討自己 對 還可以檢討自己 有沒有驗一下PMA 我覺得我媽被影響 因為像我畢業之後 我都沒有想 就想要當服裝設計師 可是一開始當助理 薪水一定超級少 然後我媽就會說 妳那個薪水那麼少 妳幫她換個公司 你看人家阿姨的小孩 剛畢業的薪水就多少 然後我真的跳槽就說 人家阿姨小孩工作很穩定 妳為什麼要換公司 就什麼都要拿出來 比很討厭 很討厭 比教練很討厭 不過就是 因為我跟我弟 就是現在目前都算是 自己的工作都有一片天 但是 癌的小孩我覺得可能 有點會被寵壞 因為媽媽就很痛 他們其實就不太工作 然後已經開始在啃老 對 所以真的就是 所以妳講這段 心裡還蠻快活的 對 其實妳還是愛妳教的那個人 對 對 所以怕人家在我小孩面前 說長道短 對 可是妳就算要稱讚我小孩 我也怕 因為妳說他們稱讚的那個點 不是我想要灌注 對 對 當然如果你損人家在家的小孩 損了更討厭 就覺得說何必呢 對 而且我們都會記在心裡 真的從小都會記在心裡 然後就會覺得 雖然他們小不好 不過反而會 其實這樣不太好 但是心裡就會覺得 有點開心 對 太紅了 我小時候也遇過 這樣的一個家長媽媽 就是在我國小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 班上有一個男同學 然後她的媽媽呢 是一個音樂老師 你知道嗎 我發現老師呢 都很愛比較 對 都比較對於課業呢 還有一些她的成績 就會非常的要求跟要求 然後呢 當時呢 我那位男性的同學呢 她媽媽呢 就對於她的成績 因為她是音樂老師嘛 還有音樂方面呢 非常非常的計較 偏偏我本人在國小的時候呢 成績 對 天毛 於是呢 我就成為了那位家長的 一個眼中丁 對 因為她的假想敵 以前小時候呢 我如果考98分 然後她兒子如果考92分 其實她也是功課很好的小朋友 她回去據說 少一分就打一下 對 然後呢 如果呢 我那時候我們在班上 會選什麼班長 副班長嘛 就那時候我選了 就是班長 然後偏偏好死不死 她兒子就是副班長 好死 回家好死 又被揍 好可憐 然後呢 那時候因為她很計較 那個音樂部分嘛 然後小時候我音樂就還不錯 然後那時候 我就當什麼鼓隊的隊長 合唱團的指揮 然後你知道那個 都是會輪流的 就可能這學期是這個同學 下學期會換下一個同學 只要是我是 Leader的那個學期 她就叫她兒子退出 她好介意喔 讓她覺得呢 就是有一種 她兒子被羞辱的感覺 就是怎麼 是她那Leader 不想被英明 不想要在我的那個陰影之下 這樣就叫她退出 好 這些呢 那都已經累積 其實我覺得那個 我這個同學其實也滿可憐的 就是她一直在那個媽媽的那個 就是你知道高壓壓過之下 最慘的是有一次 到了學期末的時候 六年級最後要畢業的時候 是不是要選什麼市長獎 什麼獎 然後呢 我本人呢就是 不小心就得了一個市長獎 市長獎就是第一名 然後呢 我那個同學呢 她就得了第二名 好慘喔 結果呢 她那個媽媽呢 怎麼可能可以忍受 第二名這個事情呢 那一天呢 我印象超深刻 那個媽媽是氣沖沖 真的是殺來學校喔 然後抓著那個老師 我們的班導 然後詢問 然後跟他說 為什麼我的兒子是第二名 然後老師當然就是超傻眼的 真的 她很愜意 她很愜意 你知道她居然要求什麼嗎 她要求驗票 真的 還假的 對 她要求開箱驗票 幫助市長 他從事投票 她就講講不是市長 把所有的那個 就是成績 每一顆各顆老師打的成績 就是結算一次給大家看 超誇張 然後最後呢 真的 老師你沒辦法嘛 就是面對這種家長 當然也只能拿出來算 算完最後我硬生生 真的就是高她一分 沒關係 還有下一招 可以申請當選無效之訴 不是選市長對不對 對 她把我搞得好像在選市長一樣 總之後來呢 就你知道就沒辦法嘛 那我還是拿那個市長的獎 她就拿第二名 然後因為我們是 國小是同一個學區 所以照理說呢 國中我們應該也是要在同一個國中 結果就因為這件事情 後來那個同學呢 就被轉到私立學校了 對 專學 她就再也不要跟我同一個學校了 不跟你比了這樣 其實這種比來比去 其實像我們這種大家族 像我阿嬤 她有十三個兄弟姐妹 我們只要回到家 只要在我們家門口的那個前院 只要回到家 每個叔叔 北魏他們來 都牽著他們的小朋友 你知道嗎 我的冠軍女兒那種 我來了 來 角力來 角力就先來了 好可怕 以後我們家人家 六個兄弟姐妹 就好像就是在那邊備戰 那種 權力有心嘛 好恐怖 對... 來 先來比數學 還會有出題子 你就會看到舊公三個 五六個在那邊 來 幾家... 給多少 好 一開始後 請她 等一下... 有沒有比跟紙 太差了 淘汰 換另外一戶 換另外一戶 什麼都可以比喔 然後接下來就來吧 彈出獎狀這樣 啪 要比學業 這厲害了 可是家族就會 每次看會帶著獎狀去 對 他們就是這樣子 天啊 我的冠軍女兒 開玩笑 彈出來之後 那個誰 小禎出來 就是我大姐出來 那個掛得跟什麼樣 我真的以為她是 城隍也出來 金牌 太差了 砍刀一個不行 沒有輸過 我還以為輸過 什麼叫做國小一年級 到國三 沒有輸過 全部都是一百公尺 金牌喔 太強了 太亮了 下一位 然後以前老人家那個觀念 這屁股大大的 衛生 那我 男生呢 男生怎麼辦 男生就要點金兩了嘛 你知道 我拿第二名 我爸說 好 這樣就好了 至少有讓他們有 幾個頭銜就好了 有七個頭銜 很亮喔 電競有頭銜就好了 沒有 你不是說很會生 會 會生 很會生 這個一定有辦法延續這個香火 這個武器非常可怕這樣 贏這個就夠了 德智體取美都注重 對 都要比 對啊 我們家裡面 不是比那麼多愛比較 但是有人比較愛憲跟炫耀 當然 我覺得今天晚上夜深 來到這時候 我也應該要做一下終結者 是 接下來我講這一位 我直接指名道姓 沒有 就是本人的 岳父大人 哇 天啊 很像大人 岳父大人 你當然了 看政論節目 很恐怖 老張啊 十多年前 我跟我那個 丈母娘跟丈人 還有我跟我老婆 我們就去香港玩 那年輕人跟長輩逛街的矯程不一樣 好 我們就各逛各的 後來約在一家服飾店見面 然後我就跟沛山逛逛逛 集合了 我們就去那家店 剛進去那家店的時候 就聽到有人在旁邊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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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我的岳父已經去那邊 做一番宣傳 他是跟他的女兒跟女婿來逛街 就開始打開畫家 幫我們介紹非常的清楚 我們家生的孩子都講完了 我們就覺得有點傻眼 所以我的岳父很喜歡 把我們端出去外面 跟人家分享他的成就感 回到台灣之後不久呢 也有網友 私底下透過臉書 寄一張照片給我們 他說 陳先生 你要注意一下 我想跟你確認一下 照片中這個男子 是你的岳父嗎 我說 是啊 有什麼事嗎 那就好 那沒什麼事了 我只是怕替你擔憂 因為一早上 他拿著跟你們的合照 來我們這邊 所有的每一家賣菜的 都來聊天 那有的店家 都給那些衝他不太開心 我只要確認一下 是不是你的岳父而已 那我們後來去問 這是沛山的爸爸嗎 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個喜好呢 他說 很好啊 我覺得我兒子女兒 這樣有成就感 我可以分享榮耀 很好啊 他你怎麼為我 我覺得你這樣的愛線 我是可以接受 只要他能夠開心就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愛線跟炫耀 也是某種程度可以磨合 之後就可以接受 是啊 也是 他是我有姐妹 她是真的愛炫耀 她就是 但是這也不能怪他 因為他本身自己家庭 他媽媽 他就很小很小 爸爸跟媽媽就離婚了 他媽媽從此就開始 獨立帶著他們家 他跟他的妹妹兩個人 他們過得很好 因為他媽媽呢 是當別人的小三 所以他們其實就是 從小到大就是乾爹在照顧他們 然後當我們呢 才在念高中的時候 我們大家那時候 連寶寶具都買不起的時候 他手上是一支 卡蒂亞的戒指 所以他都喜歡乾爹送他的 所以他其實從小那個物質觀念 比我們小時候 很早就開始建立 然後也很強 然後可是其實到了大家都出 因為小時候我們不懂 只有他懂 所以我們也沒有太大的感覺 但是因為大家都教 就是都是從小一起長大朋友 我們不會覺得特別他怎麼樣 但是等到大家 全部周圍的同學 大家都出社會了 有工作了 那也有人的那個出路很好 大家都有自己一片天 我覺得他心裡面 會有一點點遺憾 因為他除了 他 因為他從小到大他沒有工作過 他就在他媽媽的安排下 就去美國念了雙碩士 然後就嫁給美國的律師 然後後來就 就帶著小孩去回台灣 他老公繼續 他就是這輩子沒有工作過 但他看到我們附近的姊妹 有些是自己工作 然後自己的成就 對 自己的成就 自己花錢花很開心 他心裡有點不高興 就開始從 所以呢 當我換車子的時候 我就很開心 然後就PO了一張車子的照片 然後放在那個臉書上面 然後我就寫說 業務很好 叫我們繼續努力 然後送了我們的電影手印券 這樣子 然後他就打電話來了 我在回家的路上 我接到他電話 他就說 你買那個牌子的車子啊 我換過四輛了 好無聊喔 他說可是 我換到現在 我們業務從來沒有給我過 一張電影券 他說為什麼這樣子 那他的意思 當然就不是為了那個電影券 他就說 他現在換了錢 對 那其實我真的滿難接 然後呢 房子的也是 房子我跟我老公也是 兩個人自己存錢 然後買了第一棟房子 就是在內湖 然後因為我又PO了一個 我們家在裝潢的照片 很期待住進去 然後呢 他又打來了 他說 你們買在內湖喔 然後我就說 對啊 他說 你們是自己的錢嗎 還是有爸媽給 我說沒有 他很建議喔 他很建議 他很想知道這個來源是什麼 我說我跟我老公 都是兩個人自己賺的 自己打拼的 他就說 那很好啊 其實內湖也真的很方便 那我實在不知道 我們住那個信義區 到底要幹嘛 他說我們信義區 真的 那些大空交通系統 那好難到 你知道嗎 我婆婆上個月送了我一個 在微風廣場樓上的房子 我都不知道要幹嘛 我後來只好 把它當作麻將間 一個 那上面的房子 它空著當麻將間 然後也是 聽完以後就想說 很好這樣 然後到最後呢 是比孩子 他生了兩個兒子 然後我的第一胎也是哥哥 然後我到懷第二胎 他就一直非常介意 我的第二胎到底會是男是女 如果我第二胎也是男的 那會跟他一樣 兩個男的 但是他很怕我生出一個好字 所以他從我去懷孕 他就開始追蹤我 第二胎是你別生的 我到了嗎 他也太幸福了吧 真的 然後你知道 等到我就說 我可能會十六週之後 四個月之後 我才會去做確定 太早驗 沒有意義 對啊 我跟你講 真的十六週 他真的有在算 我的受驚期 七個月 什麼時候受驚的 什麼時候十六週 他就打電話來 他說 十六週了 你產檢了嗎 他說你知道了嗎 介意喔 然後我就說 我要說 嗯 是女生 然後 但是我心裡 我心裡會覺得 普通人就會說一聲公信 對啊 沒有 他的反應他已經 你知道 滿到這個 火滿到這個 他就說 你怎麼可能這麼幸運 真的 然後我就說 蛤 可是這又不是我能選的 對啊 跟他講 他就發覺自己好像有點 太衝了 他就說 沒有啊 好好 有兒子也有女兒這樣子 然後我就好這樣 可是後來就是 中間就有點沒有聯絡 因為我就覺得他這個人 太誇張了 然後後來我想一想 我覺得他就是 算可 我們大家都認識這麼久的同學 他本性是不壞的 但是他就是很習慣 用物質來做自己的定位 他沒有其他的 對 所以我乾脆以後就順著 他真的有其他的缺口 對 所以我以後我就覺得算了 那我就順著他的話走 譬如說去年他就會說 你跟您老公 坐商務艙出去喔 我說對啊 他說我跟你說啦 現在商務艙很好買 那飛法國大概十幾萬就有 但我們以前是三十幾萬 才能飛英國 好無聊喔 你說像你的級別 你怎麼可以現在 跟我們一起坐商務艙 你會遇到我耶 你應該要買下私人飛機 快一點 他就說沒有啦 你幹嘛又拿 像他就高興了 像他就高興了 我說快點 我等你的私人飛機 像他就高興了 以後就是用這種話 就是順著他講 他就開心 好會聊天 對啊 就是很早就認識 就是如果他是我後來 認識的朋友 絕對沒有辦法相處 但是太少就在一起 而且他也太辛苦了吧 抒發管道少 對啊 其實今天聽起來 我發現古人的智慧 真的是對的 就是非禮物事 非禮物聽 非禮物言 我覺得那一道界線要鎖好 對 不論是你自己的 還是別人的對不對 就不要越那個線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他的狂險回復 打破抗生素的迷思 才是生命一非他不可 我覺得有些要證實 讓很多家長又愛憂恨 比方說抗生素 他有的時候 可以治好你的病 救你的命 但他也有可能 會有一些副作用 造成你不舒服 甚至有可能會讓你身體的 抗藥性產生 抗生素是殺細菌的 不是殺病毒 所以如果你是感冒 你吃抗生素 病不會比較快 好 我想這是第一個 大家要了解的強勢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的孩子吃了 不必要抗生素 不是說有病 吃病 沒病的強生 他是有 互助有病療性 有這些不好的後遺症產生 那第三個就是說 吃抗素的時機 當然應該是聽醫生的話 但是有些醫生看你很焦慮 他就會提早用 有些醫生你可以跟他溝通說 其實我現在黃鼻涕 濃痰 我沒有什麼不舒服 就是沒有太不舒服 我可不可以讓自己的抵抗力 先跟他對抗一下 是 那如果說真的不行 我們再用 那醫生聽到你這句話 他會比較放心 不會說你明天又來說 為什麼沒有好 那他就會覺得 那早上我昨天就開抗生素給你 所以讓你跟醫生 好好的評估說 什麼時機點使用抗生素 對你的孩子最好 那最後就是 也不是說抗生素每一種 都是一樣的 或是有些爸爸媽媽 心裡面以為抗生素 就一定一代二代 三代 四代 五代 六代 越後面就越強 其實不是這樣的 抗生素 它不是只有一代 二代 三代 它還有ABCD好幾種 這個不同的感染 不同位置的感染 使用的都不一樣 所以下次也不要再為了說 有醫生給我開第二代 第三代抗生素 它是不是用得特別強 是 不是的 那是不同的型別 不同的用法 跟第幾代沒有直接的關係 了解 所以說